字幕 李宗盛 知道了 嗯 這上個字都會寫了啊 對啊 行啊 抄了幾遍了這本書啊 十遍了 再抄十遍 為什麼呀 初學都沒讓我抄得那麼多遍 我讓你抄你就抄 啊 哪那麼多廢話呀 抄 啊抄得越多記得越清楚知道嗎 我 我 快看看 老师 拿着了 拿着 拿着的结果 后宫 有人你的 带俩男的 被俩男的洗澡了 我一看没人看见了 瞅瞅就跑了 醒了你 那那那俩人没跟上 放心吧 都甩掉了 老师 你又说这玩意 值不值五十块大洋 不值不值不值 他只有五十个大洋 这我跟你说 这谁都找一有钱的主给卖了 上哪儿找一有钱的主啊 这玩意要不拉队伍 谁出起这么多钱 找一拉队伍的呗 谁呀 南哥 唐 好忘了 这玩意儿 这好家伙 帮着 帮着 你还在哪 赞大爷 三大爷 涉老爷 各位 啊 玩啊 玩啊 琢砸 回去吧 胖胖 好了 你忘了知德拉 又别去啦 我去南哥那你去乱买 回来 你俩注意点啊 放心吧 这小鬼子 咋子没想不到 我这事还敢进去 天黑就行 我转回你 行 合个好价啊 放心吧 回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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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去 去 几乎 走 走 枪呢 这不是枪吗 枪不在手里了 你偷我的接个脏的 我见过你 你不是鬼事卖驴那娘们儿吗 你什么废子 枪呢 真没投降 我不知道 快说 我说 枪不在我这儿 在哪儿 在我大哥那儿 你大哥是谁 我大哥是冯铁报 他在哪儿 你 他 他拿着枪进城去民团了 不是 这个时候 你要赶进城来找我 你找死呢你 找什么死呀 我就是来找你 你找我干什么 我给你带个好玩意儿来 什么呀 养了 这家伙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你就别管了 好玩意儿吧 一百个大洋 你的 这家伙不要啊 这日本人要知道 我私底下买个金服 许大麻的下场 那就是我的下场 我说你这脑子 是不是当这个民团团长 给当坏了呀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那你跟日本人周旋 你手里能没有个 这种大玩意儿 就你民团那几杆破枪 你还跟日本人周旋 早晚愣死你 那日本人真要愣你了 你不得有个大玩意儿 跟他们干呀 是不是 行行行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啊 我脑袋不糊涂 我清醒着呢 这家伙我不要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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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个大洋你的 你白给我都不要 那我那点家底 日本人都清楚 那平白无故地 添了一挺捷克造 日本人还以为 我的造反呢 立马把我弄死了 那我低了个脑袋 我把这玩意儿 给你运城里来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你不要这东西 我把我拿弄 我现在低了个脑袋 把它运到城外面去 拿走 放开 我确实都为了你想 为了你安全着想 你看见 大众 月儿里来了好多日门县兵 吉野要找你 快快快 快快 别看了 快快快 这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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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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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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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藏 这良人吗 这城镇 快快 行 行 行 这城镇 这城镇 吉野大众 您怎么办 我承认 回来 吉野连队长 大驾光临 不胜荣幸啊 伯团长 上次跟你谈谈 成立保安团的事情 你搞得得怎么样了 这个事情 现在还没有上来好 主要是下边的兄弟 意见不统一 等商量好以后再通知你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我是来做决定的 什么决定 既然你们不愿意 与黄军合作 成立保安团 那么黄军也不允许你们拥有武器 把你们的军舰库打开 我们要收掉你们的枪制 好 好 好 把你的手枪交出来 把你的手枪交出来 我全部一线民团被取缉 环丁解散 任何人因为武器都属违法 被说得严厉省错 把你的手枪交出来 是 不信任何人 一个处理 不信任何人 会把你的手枪交出来 这是 不信任何人 存在 别看了 别看了 赶紧走 赶紧走 是不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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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走了 走了 走了 赶紧赶紧带哑巴走吧 下手轻点别伤着他 干什么哑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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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哑巴呀哑巴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别老跟我哥动手动脚的 你干嘛呢你这在那 什么意思呢这个 那哑巴的意思是呢 你怎么让这让日本人 把我的枪给弄走 这枪就把他捉了他 我有什么办法 你这么大气息 行了行了 干什么呀 我来跟我这 你哪个意思是呀 哑巴也不想跟你急 你这有功夫把我俩藏起来 那你就 就没功夫把那枪也藏起来 不是 我来得及藏你吗 我来得及藏枪吗 我来得及藏枪吗 行行行行行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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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松手吧 松手吧 还没打没小啊你啊 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你赶紧走 你赶紧走 那你多多赏赏的给点吧 要不我回去怎么 跟我那群兄弟们交代啊 你挨死他交代 怎么交代去 你刚才也听见了 日本人把我的民团 都给我解散了 那兄弟们的潜散非 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弄去呢 菜呢 菜呢 我说你这脑子 你叫什么给踢了呀你 啊 这这脑枪叫日本给拿走了 这钱一分钱没给咱们 你这还把菜给他留出房了你 这这这 你干嘛呢 走 你什么走 你怎么赶紧走 走 这大马克重要的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你怎么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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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的 真的挺啊 大妹子 大兄弟啊 干嘛呀这是 干嘛呀把我俩绑着 是不是 求求你们了 把我们俩放了吧 好不好 干嘛呀这是 求求你们了 好不好 真的大妹子 我求求你了 把我俩放了吧 枪呢 什么枪 捷克造机关枪 大妹子 你说什么呀 我这根本就听不明白 这什么什么枪这 大妹子 咱们见过吧 小八 不是你 你 你是不是鬼市上卖驴那个 就是我 小八 你看我那天说什么来着 我跟你说 那天卖驴 我就觉得你这身份不一样 你知道 又来一头 你是土匪吧 哪个山头的 我跟你说 这一片土匪我全都熟 跟你有关系吗 枪呢 什么呢 刘狗上认识吧 什么还哑巴 那狗子这玩不毒的 玩不毒的 奶奶 那 那枪不在我这儿 那枪是您拿 你废什么话呀 那 那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队长 别跟他废话 你将我给我送 不是 爷爷你干吗呀 你别拿枪对着我 你别捧了我我求你 爷爷 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 真不在我这儿 奶奶我求求你们了 那我说真话 枪叫日本人拿走了 对啊 你把枪捧了我求 我看你还是没想清楚呀 我想明白了 你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 你就在这儿好好地想 一天想不明白 你就在这儿待一天 两天想不明白 你就在这儿待两天 直到你想明白 怎么把枪还给我为止 走 奶奶 爷爷 我想明白了 枪就叫 小小鬼子 在日本人拿走了 救命啊 姑奶奶啊 奶奶啊 你忘了我 我求求你啊 忘了告诉你了 这方圆寺屋里 都没有人烟 你喊也没用 我知道没人啊 我喊的是你啊 这晚上有狼啊 奶奶 爷爷 我求求你们 把我们放下了吧 奶奶 爷爷 放了 我们把枪权枪权 拿走了 我求求你们了 奶奶 奶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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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八毒的 王八 那一个人在那儿 下折腾 娘 别一个人下折腾 这看看 什么在哪儿想想办法 这怎么能给解开 啊 我 他说 站住 我 你来干吗呢 羊羊 毛毛 你来干吗呢 羊羊 毛毛 羊羊羊 羊羊羊 别喝了 你今天送鲍哥走鲍哥跟你咋说的 他说他啥时候回来呀 那天黑之前准回来 这天都早黑了他也没回来 不能出啥事了吧 能出啥事啊 鲍哥进城去南哥呢 你盼点好啊 那最近事可多了 鲍哥刚从日本人那儿逃出来 那万一再出点啥事咋办 你把你的嘴闭上啊 就不判鲍哥好是不是 行了 你们回去睡吧 鲍哥明天早上一准回来 回去 睡啥呀 我俩回去能睡着吗 咱俩都坐这儿等 咱们一晚上见不着就不行 是不是 行 你们在这儿等吧 是酒吧 是酒吧 来 给我一口 好酒没喝了 为了我们的重逢 你说 把那俩小子关到破庙里 也不是回事啊 我们这样做 可是发展政策的 那也是他逼的 是他们先偷了咱们的枪 还让日本人给弄走了 到现在还跟我手无赖 最主要的是 咱们武功队最值钱的家底 就是那艇机枪了 我当时拍着胸不跟首长保证 人在枪在 现在可好 枪没了 我怎么跟首长交代 我现在要拿回枪 就只能在他身上想办法了 这事你别管了 出了事我个人负责 跟武功队无关 可是按照他说的 枪被日本人收走了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你放心 那个风铁报的底细 我白天就已经摸过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 王法医 铁报被抓到险兵队 一共关了两天 在这个期间 你到牢房去见过他没有 有 一次是劝他和皇军合作 还有一次是帮着 把饭菜给送到牢房里边去 这都是邵佐您亲自吩咐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 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尽没进过牢房 没 没有啊 你撒谎 上等兵小野浩二 一定交代了 前天中午十一点 你广城奉了我的命令 进了牢房建了铁报 还带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是谁 是 是 是 民团团长何俊南 是 睡得挺香啊 渴了 渴了 咋吧 喝一口 奶奶 别生气啊 能 能给我们俩口吃的吗 饿 想好了吗 枪的事怎么解决 枪的事 跟我们俩真没关系 那是我们村那狗子 是吧 那狗子捡的 捡的它 捡完了它就拿回来给我了 我一看那枪啊 那 我就一贪心当时 我就琢磨着把它给卖了 换俩钱 我就给拿到民团去了 我先卖给民团 那结果把枪刚拿到那 那 那赶上那小鬼子 到民团收枪 他就把枪给收走了 真的 这我讲的就句句实话 一点假话都没有 不信你问哑巴 是不是 奶奶 我跟您说 我 我就是平头老百姓 你知道吗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亲 那下有刚娶的媳妇 还有刚满月的孩子 你说我媳妇要知道 我被绑在这儿人 最后要被你们给弄死了 我媳妇被他上吊了 不可真的 他要死了 我也死了 你说我那八十岁的老母亲 怎么把没人养了 我还有一枚没满月的孩子 都真的不许你们养了 冯铁棒 你带着一伙子人捡羊烙 你是普通老百姓吗 你哪儿来的八十岁老母 没满月的孩子 你从小是个孤儿 是吃着大柳庄的百家饭 长大的你媳妇在哪儿呢 你怎么张嘴就来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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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什么时候查的 你说你把我查这么轻 这查一下 老底儿都散开了 这么厉害你 不一般人啊 那个 那个 不是 你 你这 我怎么看你 都不像土匪啊 你 你这土匪 您哪有这样的是不是 您 您是拔路吧 枪的事怎么解决 那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拔路的话啊 这事还不好办了 那枪真叫日本人拿走了 你说我们俩烂命一条是吧 那平民老百姓 你就把我俩给杀了 我也没没枪给你 八路军杀的是鬼子汉奸卖国贼 我不要你的命 我只要枪 我跟你说啊 这事还真不好办了我跟你说 你八路军是吧 我跟你说我了解你们 我听说了我知道 八路军不虐待老百姓 你还说不杀老百姓呢 你八路军不杀人 你把俩老百姓绑这儿 啊 冯铁报 耍横是吧 怎么着 你把枪让日本人弄走 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 什么行为啊 你这叫破坏抗战 是汉奸行为 你才汉奸呢 汉奸行为是可以枪毙的 你有本事枪毙我 我还不信了 汉奸 大妈 咱没把枪卖给日本人吧 咱也不是把枪送给日本人的吧 枪也不是咱拖给咱点的吧 那我到民团去那日本人拿走的 这是什么就汉奸行为啊 你有本事你弄死我 你把我俩就在这儿弄死 你已经弄不死我俩 你 你就别让我俩出去 我出去我就到处讲 看来也是不着急是吧 我不着急 行 我也不着急 这事啊明天再说 我告诉你 我还不信了 有本事你在这儿捆我一辈呢 最近看出你候 你知道她最确定吗 是吗 江很多人 把身 연组約这么多 他和母亲一起在我们的家里 他们有关他们的 他们的相差大概九分过来 对吗 赵铃和铁销的家里 在外面的地方 封锁了吗 能够确定吗 九十八三度 现在 赵铃和铁销 所有的家里都没有 你喜欢吗 你 今天 我给你一个 他来看看 为什么要带来的铁销好 这是 铁销的铁销 但是 他自己的铁销 可以 就是 这么多凉着 翠儿姐都是你给我们的 来 拿着 秘笛啊 报哥 赶紧的 去粮食了 说麻烦了你哥哥的 赶紧的 去搬粮食去 我好不愿意从我爹 粮库里偷的 咋啦 跟双咋了似的 姐 我们有心事 你连心都没有 你还有啥心事呢 报哥可能出事啊 啥 昨天狗哥送你回去 然后看着后宫里头 有几个人在那儿洗澡 旁边有一顶 大机枪挺好 他就给拿回来了 结果到现在 报哥还没回来 你明白了吗 没明白 你咋这么笨 他就这 你啰里巴塑说啥呢 他呀 你说你说你说 狗哥昨天 偷了一把机枪回来 报哥一看 就拿着枪带着哑巴 进城到民团 找晋男哥了 想把枪卖给他 结果那说好了 昨天回来 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我当啥事呢 那兴宇在南哥那儿玩两天呗 我刚开始也这么想 但是 风哥没回来 狗哥昨天晚上也不见了 走 哎呀 哎 哎 慢点 来来来来 冯杰 哎呀 吃鸡肉 吃什么都热死了 不吃了吗 哎呀哎呀 你这不回来了吗 赶紧赶紧赶紧 他俩都没说明白 快快快跟我说说 快说打回这儿 我去民团了 然后南哥的民团叫日本人给解散了你知道 我又问南哥 我说鲍哥呢 他说昨天下午就走了 几点走的 那我四五点钟走了 行 那 那跑哪儿去了 是不是跟洗澡的女的有关系啊 啥 洗澡的女的跟包哥有关系啊 傻女的 傻女的 慢着 这这这这 洗澡的女的跟包哥没关系 洗澡的女的跟我 不是 洗澡的女的跟我 咋回事 那女的没洗澡 那女的领那俩后生洗澡了 就我偷机关枪那伙人 那女的我见过 在城隍庙鬼事的时候见过一次 那女的昨天下午拿了一个枪 在村里也把我怼着了 都没怕她 她问我是枪呢 我说 不在我这 在我包哥那 我包哥在民团了 有能耐你去民团找她 是不是跟这事有关系 给我来一口吧 你们把我俩绑这之前 我们俩就喝了一碗粥啊 真的饿死了 给我们俩来一口呗 这 给玉米饼子都行 不 不要那粉蒸肉啊 赶紧吃吧 肉都吃了 别剩 扶了还不行吗 扶了 扶了 枪的事怎么解决 那我给你们点别的枪行吗 什么枪 长枪 几支 两支 几支 三支 吃 五支 五支 怎么去啊 你们会写字吗 你写封信 我给你签个名 我告诉你送到哪儿 让你就换枪 咋呀 我们顺着进城的路一直找 没找着报告啊 旁边的村也打听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 他能去哪儿呢 你说 他们会不会是土匪啊 不可能是土匪 那方圆百里土匪 咱都认识 没听说有女土匪啊 那他能去哪儿呢 都愿你 你要不拿那大机枪 也不能出多么多事 你干什么 有什么事 宋哥 来呀 快来呀 是 春姐 怎么了 咋了 咋了 宋哥 汤汤汤是来送信的 肯定知道报告在哪儿 你看看是不是他 我来送信的 啥呢 你说 终于拿呗他 不是来送信的 送信的 报告在哪儿了 报告在哪儿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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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 报告让你给送信 对 我是来帮风那帮送信的 报告那个字都不会写 送什么信你 写什么信 啥了 信他 现在又到 关他 口声 见信后把五支步枪 交给送信的兄弟带回 别想别的 记住要世子领 捡的三八大盖 我这一切都好解情犯了 我该不会写字 这信谁写的 信是别人带写的 路款是封卫胞画的 这可是 那人呢 人在哪儿呢 这我不能告诉你 封卫胞说了 你们是懂规矩的人 不会为难过他 我都给你 屁股 在哪儿了 说 行了 不是说咱们懂规矩的人吗 行了 那个栓子 你把这位兄弟带下去 好吃好好招呼上 他那个熊样 哎 聪儿 来商量什么呀 我先拿把刺刀 直接给他捅俩窟窿 我不信他不说报告在哪儿 你傻啊你 人家敢派送信的来 就说明人早准备好了 要想从那小子嘴里 问出东西 有点难 翠姐 要不咱把枪给他 然后咱跟着他 你不是说他们就仨人吗 那咱没啥担心的了 跟啥跟 这信仰不是说了吗 别想别的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一包人是厉害货 咱要耍花招的话 我怕报告性命有危险 那咋办呢 丑卫胞 你拿五支步枪 让那小子带回去 布塞免赞 来 咋啦 翠儿 这信上写 就给世子灵捡的枪 那啥意思 只给枪不给子弹 明白了 咱在世子灵捡的三把大盖 最后一发子弹都没剩吗 关键时刻还得翠儿 去去去 快快快 你们都是懂规矩的人 就送到这儿 拿了枪就得放人啊 我会有机啊 你咬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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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跟着你吧 我 我 没有 我观察过了 后面没有尾巴 还在这小子石像 没跟咱们说话招 枪都是好枪 但是没有子弹 我看 老爸 东西都给你拿来了 你是不是把我俩给收了 把我放了吧 我还真不能放你 为什么呀 我没答应放你啊 你怎么没答应放我 你刚好你没说啊 东西给你拿过来 你都把我俩放了 是你自己说 要给我们五条长枪 再说了 就这么几支枪 你就想换我的 捷克造机关枪啊 这天下没有 这么便宜的买卖吧 不是 你还想干嘛 是我所有的家底 都给你拿来了 远近文明的红铁报 就这么点家底 谁信啊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我要的不多 五支手枪 二十个手榴弹 一百发子弹 你把我人当军火库了 我去找我去 讲啊 我有这么多东西啊 这些 才是换内挺捷克造机关枪的 这五条长枪 可不能算到里头 不算在这里头 算哪里的 算利息 șu GeQ. 那 干嘛 干嘛 负责 你以后 你不会再来 我这便宜 我已经不想到 不大 您不想到 你了 你还是没 那我不是 那我闺眼 河团长 你在收拾东西吗 是啊 这不是吉野莲队长 解散了我的民团 我还带着干什么呢 收拾收拾东西 回家当良民团 谢谢 谢谢 河团长 你就是太固执了 你本来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来 去去 滕井队长 找我什么事啊 我听说前天贺团长 到县民队牢房去过 有这回事吗 是是是是 我去过 去过啊 你去牢房看去 是这样 有人花钱雇我 过去照看一下铁报 我这个人呢 挨点小材 是拿人家手短 我就进去看了看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就是问了问他 吃得怎么样啊 睡得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然后就出来了 以后这种 破坏黄军距离的事 贺团长还是不要做 以免出下麻烦 是是是 我现在就是一个 平民老百姓 以后就是想做 我也做不了 这是洗铁吗 没错 是洗铁 是高桥镇周镇长家 嫁闺女 请我过去捧捧场 高桥镇 新郎是谁 这上边不是写着吗 叫康志平 是康纪杂货店掌柜的儿子 康纪队长 对这事也感兴趣 随便问呗 跟你药枪 不是刁难你 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的底要摸不清楚呢 我也不可能这么为难你 要不 你再好好想想 明天早上给我答复 大妹子 你你坐坐 这你看你跟我 这说了一晚上了 是吧 我也想问你几句话 你说这这都是 大老爷们成天 把脑袋拴裤腰带上 出来混事的 你老娘们也每天 把脑袋拴裤腰带上 你这涂啥呀 涂啥 涂的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 安安稳稳过日子 涂的就是把小日本 赶出中国去 为了这个 哪怕吃再多苦 留再多血 我们也不怕 是 我 跟这些人 在高端市街上 有些人贵的 陈瑞君在高尚町 十年驟舵 所以 攻擊絕對失敗 我的考驗是 開封由六軍的航空隊 航空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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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